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投篮命中率是39% 有意思的是农媒曾表示对阵魔术和奇才是两场必须 拿下的比赛胡人队不仅是输球了还充当了多次的背景地 这场比赛被奇才打成扣篮大赛胡人的球员成为了背景 先是奇才内线加富德顺下接球格扣库兹马 用一个成语形容的话就是人仰马翻 再是哈奇森接到威少传球直接抢起华翔爆扣小塔克 用于佳老师的解说就是且看威少穿针影线 哈奇森一招力披华山最残暴的还是巴村磊他快攻 直接格扣了农媒哥包了不吹不飞巴村家的日记 又要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了 让我们把画面定格一下巴村磊赛 后采访时说我开始还以为扣丢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往四处看我看到威少 当时在大小说完了被格扣咱们 再来看看胡人的防守 用施罗德的话来说 我认为今晚的比赛我们没有打出很好的防守 我们需要更好的应对掩护 在这方面需要提升 小黑说的没毛病 据太空的宇航员报道 从空间站能看到地球的长城 经自他以及胡人队的防守漏洞胡人 让威少砍下了三双 他全场15投7中 三分球三投1中 砍下了18分 18版14注 二段本赛季个人 第30次三双威少生涯第一 76次三双 Baller看到一条评论很有意思 很多人不知道176次三双什么概念 这么说吧 维京斯打了7年 共获得一次三双 176次 三双得打到公元3253年 威少4月单月 已拿下了13次三双 刷新了NBA单月历史记录 拉萨尔三双机器 威斯布鲁克很多人 早就对他的三双 习以为成了他 距离历史三双王 还差6个三双 Baller提醒一下大家 威少的三双 胜场数132场 已经超越了奥斯卡 罗伯特森的131场 独占历史第一 排在第三的是魔术 是的108场 别再说 威少的三双不赢球了 威少的僵尸跳投 还是熟悉的那个味道 威少的上篮2加1 还是那么的强硬 威少身边的中锋 吃饼还是 那么轻松来恩 全场18分 九篮板二盖帽猛龙气 将在奇才 幻发第二春在威少的长传 助攻下 伊斯梅尔史密斯 都扣篮了32岁 一米八三的老将 这你受得了吗 篮球评论员 帕金斯说 威少正打出一些最佳表现 当你们提到库里 保罗和利拉德是不要 忘了还有威少 赛后威少被浓眉抽袭 看这个架势 赛后要去拿搓一顿的节奏 说完了威少 来说说比尔比尔全场 18投11中砍下27分 三篮板三主攻 对于比尔来说轻轻松松 随着惊天公牛 和黄蜂都输球 奇才队冲击季后 赛希望变大了目前 他们28胜34副排名东部 第十名最后 包了想问一下 大家你们觉得 这赛季的奇才能 进入季后赛吗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